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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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剛剛我們在四十幾號的一連堂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到 1到4號這邊的 懷育堂 聽說懷育堂呢 它的東西還蠻好吃的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餃子啊 麵食類 那因為65號的 那個The Pierce 我已經使用過了 所以我這次就去1到4號 它距離我登機有沒有26號啊 相對近一點點 那待會我們就看一下吧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1到4閘口的這個 貴賓室了 那它是在那個2樓Lunch的部分 1到4 那我們現在出發吧 這邊是國內航空環宇堂的貴賓室 在門口這邊呢 會有工作人員檢查你的登機證 以及符不符合資格進入貴賓室 這邊是國內航空環宇堂的貴賓室 今天左手邊這邊呢 比較像是三五好友共同的休息區 那這邊呢 像是獨立的休息空間 那它的沙發椅呢 都是獨立的 那我們再往前走看一下 哇 欸 這邊有供應石令的水果耶 這邊是果汁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酒類 然後呢 現在我人在華語堂裡面 那華語堂呢 這邊 感覺比剛剛的一連堂大滿多的 那我們就去拿一些東西吃吃看 這邊有供應一些輕食啊 火腿啊 起司啊 麵包啊 還有沙拉 再往前走這邊呢 有熱食區 那我打開來看一下 喔 這個好像是米粉 然後這邊還有供應像是 熱食的肉類啊 還有橘白菜等等的 在我旁邊看啊 這邊有很多茶品啊 咖啡機啊 還有五酒精飲料等等 這就是一進來的休息室的全貌 左下角這個是一個獨立的座椅 然後這邊有個插座 感覺啊 在華語堂這邊啊 它的注重飲食的程度啊 比剛才那個聯繹堂來講的話高很多 這邊比較多像是商務課 因為剛剛旁邊那邊啊 有一個可以使用電腦的商務中心 然後還有另外一邊呢 是可以獨立的一個休息室 OK啊 那這邊它有一個小型的商務中心 你可以在這邊印東西啊 然後甚至是上網使用電腦 好 待會兒就可能簡單的看一下東西 然後就東西吧 正當我想說拍完一樓之後呢 就要走人啦 沒想到居然讓我看到有二樓啊 一步兩步到了 哇 結果我就走上來了 走上來發現呢 右手邊這邊小門那個是頭等艙貴賓室 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進去使用 所以我沒有拍 那我們左轉往前走之後呢 就到了商務艙的休息區啦 像右邊啊 左口邊啊 這兩個區域呢 都是休息區 那前面呢 有獨立的餐台 主要它的熱食區啊 然後跟這個麵包啊 跟樓下基本上差不多的 那像咖啡啊 茶品啊 等等的這東西跟樓下差不多 那最主要這邊呢 還有果汁 現打果汁 還有一些無酒精跟酒精飲料 還有呢 這邊就是它的沙拉區 起司啊 小餅乾啊 還有一些石令水果跟青石呢 當然也是不可少啦 接下來我們要離開啦 二樓一上來的商務休息區啦 我們就跟著前衛這邊 男士往前進吧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到的是 咖啡閣 一進來呢 比較像是來到露天咖啡廳的感覺 它有提供一些書報雜誌等等的 當然也有吧台囉 上面它跟DUS跟甜點呢 都是可以點的 當然它也有提供青石啊 跟點心的部分啊 這邊可以取用 再來我們要邁向風味房啦 繼續跟著前面這位先生的腳步 欸等等 這位先生是誰 我也不認識他啊 但是我就是一直跟著他 往前走就對了 好的 這邊就是風味房 風味房的全貌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下面呢就是1到4號登機口 剛剛我從就是2樓進來之後 到底這邊啊就是一個風味房 風味房呢就是他們縣煮的麵食 然後點心啊 在這邊供應 那這邊來講的話 相對安靜 而且吃的也很少 OK 那我去拿一些縣煮麵食 那我們吃吃看它的牛腩 它牛腩完全超香的 我覺得這個牛腩啊 然後搭上那個 剛剛我點的那個蔬菜拉麵的那個麵 拌在一起應該蠻好吃的 嗯 嗯 我覺得它牛腩燉的剛剛很好 那味道也還可以 有點香啦 沒關係啦 哇這個味道超級香耶 吃飽喝足 當然我們就要來去淋浴間洗澡啦 這個走廊呢 第一個感覺 讓我覺得很有科技感 讓我來到像是時光走廊的感覺 那我們再往前往前 欸 怎麼都還沒走到淋浴間呢 這個走廊老實說真的還蠻長的 那我們走到底呢就會看到有服務員 你好 要預約嗎 對 謝謝 那櫃桶裡面有牙差有吹風機 好 OK 謝謝 那這是我第一次啊在機場洗澡 那不知道待會洗完感覺怎麼樣 這裡是一進來的化妝台 然後呢還有馬桶 右邊這邊呢有一條大條浴巾 然後聽很多人說啦 只要在機場洗過澡之後呢 以後沒有在機場洗澡會覺得 過意不去的感覺 好像洗過一次就回不去了 OK那我們就趕快去洗洗看吧 欸剛沖完真的覺得好舒服喔 感覺好像在家裡洗澡 你們忽略一下我的頭髮 因為我還沒吹 然後他這邊啊廁所的沖水件呢是這個 感應室的 你只要放上去感應他就會沖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他這個上面的淋浴啊 是只要開這個之後呢 轉開 然後他這個水就會淋下來 所以呢剛剛整個是被水包一次的感覺 很像水男孩 然後他的吹風機呢是在洗手台的下面這個櫃子 中間打開了之後呢 裡面就會有棉花棒 化妝棉 然後跟浴帽 然後這邊還有衛生袋 然後這邊牙刷跟牙膏 然後這邊還有兩個杯子 然後再來就是吹風機啦 OK那今天呢第一次啊 體驗在貴賓室裡面洗澡 真的很舒服 尤其呢他的空間配置來講是大的 感覺很像是一般就是那種泡湯房的感覺 但是他不是白浴缸 他就是擺淋浴間而已 他裡面啊有廁所 然後跟你可以化妝的一個化妝鏡子 然後跟椅子可以坐 裡面呢就是一個淋浴間 那淋浴間呢他一樣有附掛工 可以讓你掛衣服 然後可以擺放東西在椅子上 然後呢你要摔牙洗臉啊 你要化妝啊 是都OK的 因為這邊聯益俱全 那白浴棠來講的話 因為他是在1到4號登機口這邊 他是比較靠後面的 一般呢比較少人會來這裡 大部分人都跑去65號 甚至是那個聯益堂那邊 就是我剛剛拍的那邊 人超級超級多 因為那邊呢距離兩邊的閘口 相對比較近 所以大家都會擁擠在那邊 那1到4呢就可能是10幾號 20幾號甚至是10號以內 跟機口的會往這邊移動 或甚至是他的轉機時間比較長 他就會跑在這邊 反正這種東西 只要他時間掌握得好了的話 他要去幾間去幾間嗎 對不對我管不著 OK那今天的影片 已經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點擊訂閱以及關注 不管你是用留言分享按讚的方式 讓我知道你有來過好嗎 OK我是萊恩 我們下集見囉拜拜